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常吃羊肉呢可以意气补虚 而且尤其在冬天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增强抵抗力 那通常呢这个慢煮羊架我们只能在节省的日子 或者是法式的高级餐厅才有的吃 而且价钱呢也非常的昂贵 在家中做就非常简单了 极力的推荐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做饭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我们需要羊架排 调味料呢我们需要大粒的粗盐 还有无盐牛油 以及新鲜或者极冻的米叠香 配料呢需要芦笋 然后还需要车离子 也就是小番茄 首先呢我们将这个羊架呢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给它洗干净以后呀 我们用厨房纸呢把它擦一下 擦干它外面这个水分呢 有助于去除这个羊肉的腥味 而且使肉呢更能容易入味 它干净以后呀我们用这种大粒的盐 撒在这个脂肪多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肥肉这个地方撒上大粒的盐 好把它铺满 然后呢我们把迷迭香呀也放上去 放上三根就可以了 这个新鲜的或者是极冻的都可以 好然后呢无盐的牛油 我们也把它摆在上面 这时候我们拿一个保鲜袋呢 把这个羊架排装到里面去 好把它装进去整理一下 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把这孔呢 封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呢留着 别封 我们这个水槽里面接上水 我们把它按压进去 这样呢有助于 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就是所谓的真空吧 真空包装嘛 就是这个倒影 把空气呢排出去 确保它排出去以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袋口 把它封好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可以拿去慢煮了 就是我们把温度啊 给它设一下 你看有这个慢煮棒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羊架慢煮的温度啊 就看你喜欢吃 什么样程度的了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那medium rare呢 就是55到57度 rare那就是53度 medium就是60到62度 well done呢 那就是68到70度 所以说你要有这个温度测试棒 测试它的水温 那锅中放上水了 我们测一下57度 哎可以了 我们将这个保鲜袋呢 就放到锅里面 好我们确保这个羊架 羊肉呢都是在这个水中哈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夹子呢 把它边缘的部分加到这个锅上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锡箔纸啊 把这个口呢给它封一下 好把这个口呢封一下 羊架呢放在锅中呢 温度首先它就会下降 然后又回升到57度 这个慢煮的过程 所以它不需要看火啊 就是慢煮 两个半小时三个小时都可以 好了我们煮了两个半小时呢 我们就把它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呢 我们把袋中的这个肉汁啊 倒出去 你看我们表面上这个盐呢 我们用纸把它擦下去 厨房纸全部的擦干净 好吧羊架擦干净就好了 这个羊肉吃起来是非常的软嫩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讲这个羊架呢 烧制金黄色或者浅棕色的方法 一就是用火腔 中大火烧三到五分钟 那二呢我们就烧一个平底锅 加上1.5茶匙的油 用大火啊煎一下 煎个一分钟到1.5分钟 汤汁吸干了就可以了 三我们就将羊架呢 放在烤盘上 预热到480度 给它烤一下 5分钟或者8分钟 不需要将羊架骨的那一面 烤啊煎啊或者烧 我选择呢就是用火腔 中大火讲这个羊肉脂肪的 这个地方给它烧一下 放这个锡箔纸啊 放到一个铁架上就可以了 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把它烤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三到五分钟就行了 你看这个油已经出来了 羊架骨那一面不需要烤 好了我们顺着这个羊骨架的地方把它切开 一块一块切好 羊架呢我们切好就可以摆盘了 放上一些芦笋 还有这个小番茄给它点缀一下 这个羊架不用酱汁就已经很好吃了 外面的皮呢略带一点咸味 里面呢非常的软滑香嫩 入口即化 也可以连同油煎的三味仪一起吃哦 一定要试着做 味道非常的好 好啦这期我们就到这里了 那你学会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 优势美食频道 希望您的大力支持 欢迎您订阅 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